欢迎观看我们的博客 这次的博客是 常被误解的汉字 大家好 汉语是使用汉字的语言 所以对日本人来说 看了汉字就比较容易猜它的意思 真是这样 很多汉语的词和日语的词很相似 所以很多人虽然不会读 但是可以明白意思 但有时候和日语一样写的词 意思却不一样 大家应该注意 比如 勉强 夜 鸡 鞋 输入 汤 小心 走 看到这些汉字的时候 会想象日语的意思吧 学习汉语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有些词和日语的词意思完全不一样 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再见